HELLO VUEN的朋友仔 大家好 我是Hazel 林希彤 我是做IG SHORT MODEL入行的 大約入行一年左右 那時候我是抱著一個試試的心態去到入行 我最初是自己看到有IG購買人 我又有點興趣喜歡拍照 喜歡做模特兒 我就試試膽粗粗的傳送CV過去 但那時候我還是降雅妹 還要是剛剛開始降雅 那怎知道很幸運她又聘請了我 我聘請了降雅妹 那時候我還要眉色化妝 然後做一下做一下 然後就開始拆牙褲了 變回正常的樣子 然後就開始在IG上有些曝光率多了些 開始有少少可能IG的廣告這樣摺一下 然後到真的有廣告找我去拍 然後最後就是有經理人找到我 然後我就簽了公司這樣就入行 我的經理人就是聖誕 其實初初我真的沒想過會這樣入行 無緣無故有興趣的 我當時覺得拍照 看著人家雜誌的模特兒拍照 好像很漂亮 都想自己有這個機會 初初在簽模特兒公司之前 也有跟家人說過 就是有聊過 但是因為我家人都很支持我去做這件事 所以變相我多了家人的支持 朋友有支持我 給了很大的膽 有信心就對了 做魔前最緊要有信心 自信的適用 會令人由內美到外 Hazel正正是人版 所以她才被封為網絡女神 和廣版陳妍希 那些人說我像陳妍希的時候 我也有去錄一下IG 看看怎樣的樣子 雖然我覺得大家都好像有點不同 但是都會很開心 那始終這樣都是一個正面的讚美 我覺得算是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當時是否剛入行 可能剛中學畢業 我都覺得自己是 其實又不是很懂化妝 或者怎樣 聽到人這樣說 會很驚訝 驚奇 因為我接觸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都不會怎樣說這些 但是你在社交媒體 又看到人這樣說 整件事會很有趣 那會不會因為有封號的加持 在學校變成封頭椅 那又不是 因為我到現在是讀阿蘇 但是我上學的時候 因為本身year one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網上上課 而且真的上學的時候 可能幾個月 大家和同學之間 都不是有太深的認識 而且我上學是 四眼妹上學 所以其實很正常 不是很正常的 沒有很多人 又未到 即不是封頭椅 最好笑是我的同學 他們知道我是誰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評語是 我頭一個星期都還在帶KON上學 即是剛剛第一個星期上學 還有花了一點妝帶KON上學 然後到第二個星期 不行了 我很累 你一早起床很睏 我戴眼鏡戴毛 我就算了 我自己分配時間 就是少了玩的時間 即是取捨 取捨了自己休息和玩的時間 去做功課 然後做事就做事 但是我覺得OK的 都還能處理 因為一來是做事 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讀書我也是在讀自己喜歡讀的事 因為我現在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設計 我現在都在讀設計 做模特兒也是我喜歡的事 所以其實我也沒有覺得特別辛苦 可能有時候休息時間是少些 但是我覺得OK的 我覺得是值得的 有時候都會有少少壓力 但是我自己一有 即是一覺得開始有壓力 開始有些情緒低落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找一間靜靜的咖啡店 然後去喝杯咖啡 然後就什麼都不做 這樣坐在那裡做夢 小時候就算我不喝咖啡 但我一直都覺得咖啡很香 到大了就慢慢試喝咖啡 就是慢慢試喝咖啡 然後喝一下就愛上了 那些叫做什麼 一發不可收集 然後就學拉花 然後我就去學拉花 然後就開始對拉花有興趣 對喝咖啡有興趣 就慢慢學一下不同的東西 都有認識一些朋友 是做咖啡師 他說其實你自己練多一點 都不是很想去考書 所以我現在有空 就去煩著我的咖啡師朋友 叫他教我拉花 練習多一點才有進步的 所以Hazel都很貼心 準備了份小禮物 說要送給現在看片的你 那我今天就會拉個心心給大家 那我都是近這半年才學拉花 和沖咖啡 所以現在就來試試吧 現在首先沖了個espresso 好那我們現在就去沖個espresso 現在要倒奶 打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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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準備拉了 希望我成功 請你喝杯咖啡 女神希素親手拉的心形花 隔著螢幕喝不到 都暈倒大浪 整個沖咖啡的過程 十足拍廣告感 是廣告寵兒 無誤 我第一個廣告 是拍一個飲品廣告 出鏡三秒 是和我一個廣告 是有Anson Bean 和Ashley 那時我還未簽這間公司 但就和Anson Bean同一個廣告 簽了 原來大家同公司 我覺得很搞笑 除了Anson Bean之外 Haiso還和男神Jeffy Tyson Yoshi等一起拍廣告 還不是做了廣告男神收割機 對自己這一年 或者接觸了這麼多人 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說 有神奇 有神奇 這件事是很神奇 你會看到很多網上的男神 拍廣告 你會有很遙遠的感覺 但當你真的和他接觸到 我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神奇 在所難免會有一點緊張 平時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這麼害羞的人 但原來我一看到那些男神 都是會有一種很害羞 不夠膽說話 不知看邊也好 不夠膽直視他們的眼睛 不只拍廣告 艷風無邊 她亦做過男神級歌手的MV女主角 試過在半個月內密密接拍三個MV 甚至進軍越南市場 簡直是廣告MV通殺 其實最難忘的是 我就是越南歌手的MV 因為都算是我正式第一個拍的MV 所以都特別難忘 而且那個MV都拍了23個小時 我第一次工作這麼久 還有最難忘的是 最近一次和MC合作的MV 因為一來他有穿古裝 我第一次 他是文初 但我也是第一次要穿成這樣 然後又去這麼漂亮的池塘拍攝 所以都挺難忘 這方面都算兩次合作 之前都合作過 之前合作過一次是聖誕很忙 我也有份參與那個MV 第一次 那時候我知道要跟他拍的時候 都很開心 因為始終是MC 那時候其實都很緊張 因為我一來去到化完妝就拍 大家又沒有溝通過 可能看過MV都會看到 有些跟他有一點身體接觸 我個人本身又比較慢 我也會有點緊張 尤其是最近那個MV吃飯的那一幕 我自己笑了很久 這個動作 就算自己和朋友都不會做 你還要在鏡頭面前這樣做 那一刻 我覺得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覺得第二次合作 大家可能要認識大家是誰 會不會那麼尷尬 一來互動上會自然很多 只要Hazel再在演戲範疇上 嘗試更多 磨練演技 還有一天可以圓夢飾演壞女孩角色